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浪机聊天秀 那么之前呢给大家点评了很多错误的聊天 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导师的聊天 也就是我们Robin导师的聊天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正确的和一个女孩子聊天是怎么样 当然呢我认为她可能也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聊天呢我之前没有见过 我们跟随我们的镜头就来直接进入主题吧 开始的时候搭讪啊在干嘛呢 对吧 然后说这个我准备去做个空腹有氧 然后做饭吃 他一来就开始展现自己啊 空腹有氧 然后做饭吃 你看导师就很会给自己加戏啊 很多兄弟呢 就是他少了给自己加戏了点 对吧 一般都说刚睡醒就没了 你看一下准备做了提供这个价值 还健身 来成都都长胖了 又开始给女生这个加钩子 来成都家里的欧北京人 又要开始了知道吧 第二个Robin导师他很会给自己加戏 他的一些就是他 实际上得提炼出来 他会提炼出来 我有什么优势啊 我在这方面对吧 是一个什么情况 那么对于女孩子来说 他们可能更在意我的哪些点 Robin导师都是很懂 胖人自带三分财 这个话呢 那你上的这么好 肯定穷得要死 看没有 还真是吓跑了 对吧 你看女生主动 主动追一下 穷得要死 然后呢 迎来嫌弃 女生这个时候就感觉到 一般都是我嫌弃男孩子 男孩子嫌弃我 看所有女生觉得有意思 吓跑了 没有呀 你啥都没干什么 也是 你想的还是多乖的嘛 吓不到 这是不想聊 那就是不想聊呗 看到没有女生主动追处了 于是呢 Robin导师很聪明 马上开始发音 哎呀 我就没有不想聊 知道吧 想 对吧 女生要走 也该拉回来 你看一下 推拉 用得很好 你怕负责吗 你都不怕 我怕什么 是吗 结婚 来了 现在随便结婚了 结了未必开心 不结未必不开心 过得开心 才是重要的 又开始给别人塑造 新的一个认知了 其实很多时候你和女孩子聊天 一定要什么的 一定要去阐述你的观点 去描述你的想法 然后你才能够明白女生到底想什么 对吧 我们北方男孩子 喜欢生日说好久没回去了 工作忙 容易出事 能走 就是忙 运气好 我可不做碰运气的事情 呃呃呃呃完过后呢 女孩子又说忙 在吃饭的宝 你是不是见谁就看 你看当他两次追逐的时候 就宝就安排上了 并不是什么呢 莫名其妙的油腻一来就叫宝 当女孩子两次追逐的时候 判断出了窗口就宝就安排上了 好 这时候女生说你是不是见谁的叫宝呀 这个就是什么 一个标准的废物测试 这是女孩子最喜欢问的几个问题 说你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你是不是见谁的叫宝啊 你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很多人还是狡辩 狡辩的很苍白 所以说你看他说 对啊 不见都不行 啥子见吧 这都不是撞了 明天 来我工作室 把自己的家叫成了工作室 我工作室可以喝酒聊天看夜景 还可以撸铁电影布地 其实就是在家 对吧 来个工作室 我也可以让女生来我的工作室 我来这拍节目 知道吗 旁边就是卧室 他们工作室 对吧 我在床上工作 工作室 这个人他妈就很会给自己加息 你们就一定要学习 对吧 你直接说 带我家 女生可能会觉得 我妈的 你这个月泡 来工作室 一下显得很高大上 喝喝茶 工作室喝喝茶 明天呗 喝酒还行 别的不干净 酒我比较窄 酒量如何 对吧 你问什么酒 都行 白了以后别吹你 小看我这个 一百还是可以的 多了不行 一百是一百 两个五十二两 两个五十二两 是吧 小酒量 意思来说 又不是乳酮 啤酒 对 又不是喝酒水 好 偷空喝酒 怎么 你不会是北京人吗 不会是河北人 对吧 对 也不是 为啥叹气 那边的话 如果找白天就 你看这个女生 其实比较现实 你这种结婚 对吧 不结婚耍 耍你不忙 其实你看这个女生 她想要什么呢 想要绑大块 知道吧 罗宾导师一直跟她扯 罗宾导师个穷逼 一直看起来像大块 其实并没有 知道吧 而且罗宾导师一个 很好的点 就是她不显摆 自己条件好 越是不显摆 越让这些聪明的女生 就觉得你越有 知道吧 其实她并没有 这个跟谁选的 本保鲜 明明很穷 显得故作自己说 自己很穷 其实真的很穷 但女生觉得 你肯定有穷 因为只有有些人 才说自己穷 知道吧 穷逼都爱装富有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啊 真实一点 反而有意想不到之事 我的意思是 聊得来 有感情 趴得爽脆起来 也不迟 爱的总部还结婚了 她又要约抱了 知道吧 哭了 怎么又随便呢 女生说的 还结婚了 八十岁没品 又有悬便了 还怕克你 没意思 这没意思 主要我现在运动 身体比较好 我是看你小体格 发自把开始疗骚了 还见实在难得 对吧 我有100斤好多 对吧 想成为我的女人 起码在床上 能过我这关才行 你看一下 这种就是老渣男 约炮又来了 比我还会约炮 想过我这关 打着恋爱的幌子 他妈的批 这个去行约炮之事 这个罗宾导师呢 也是蛮坏的 但是你又让女生无话可说 因为你并没有跟她说要谈恋爱 但是处处在暗示这方面 这个是渣男聊天的 他妈的值得你学习的地方 就是不主动不负责 这个不拒绝对吧 所以说呢 大家呢 其实也不要去学他学坏了 就像学学我吧 是吧 我比较直接 对吧 这个说实话 我看了这个聊天有点渣呀 我看他后面要怎么约到 单身多久 下面解蜘蛛网了 我看你看一来 那古迹不赖啥 没了挑战性 你看他就又开始 你说这些人 约炮 都是学到我五六年前那一套 我很崩溃 对吧 一直嫌弃女孩子 觉得她不行 这方面不行 都是学我的 我聊天经常说 爱你的小生本不行 对吧 大家看我的直播 这样也看得到 多名老师现学 现用 民众工作在哪 在朗誉 黄金地段 现在来吗 我在5号电话吗 我可以叫车 我行李来酒店 接我都不干 拿上去行李吧 没事 先放着吧 说的有点 第一次发现 我给你叫车 现在来 好了 我化不来装 是不是很实吗 没事 反正我也是素颜的 OK 加把车 到了下去 接你 哈 就在聊 少聊 聊聊 里面就来了 工作室 工作室来了 知道吧 像这种聊天 大家不要乱去 知道吧 首先 你没有这样的 是要直觉 你认识的女生不够多 你聊不来这种 第二个 你的朋友圈的建设 和你平时的 生活啊 平时的 你的这个情况的可能 也没那么好 或女生可能不太会喜欢这种没有阅历 所以说呢 对于很多兄弟呢 你要去约这样的事情呢 首先第一个呢 你得要多出去玩 多出去见识 不同的朋友 多去提升你的社交直觉 充实你的社交生活 那么当然遇到这样的好朋友呢 遇到这样的机会呢 你才能够把握得住 好吧 那么以上呢 给大家就是 就是分享一个啊 我们导师的这个聊天的案例 当然呢 也是瞎猫碰死 好 这样的案例 我告诉大家 可能你聊个十个有个两三个 已经很不错了 没有必要去太过于崇拜 或者说没有必要觉得啊 这个特别厉害 如果你有类似的比较好的 这样子聊天邀约的案例呢 可以发给我的这个屏幕上面的二维码 这个微信号 下次呢 说明就点评你的了 那么我认为这个 诺明老师这个有什么不足之处呢 其实没有 所以看得出来 就是一个干财烈火啊 礼情我愿啊 一拍即合 就是这个遇对了 遇端了 女生来到这个城市很无聊很孤独 正好遇到一个人可以快乐一下 满足一下 那么自然就成了 所以说呢 你想要遇到这样的好事 怎么办呢 多刷社交软件 好 今天的内容给大家到这里 更多的干货 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